短短的十分鐘我蒸發了 就是六位數字 藝人通常都白足這麼多爪 宋芝玲也不例外 最初因為朋友教路炒窩倫 錯常投資的甜頭 在2018年更巧獲第一類證券交易牌照 在證券行提供股票買賣等服務 身經白戰的他又有什麼理財心得呢 在投資市場又遇過什麼挫折呢 如果你有錢 那你40%就會投資在證券的大籃籌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補本多一點的 我意思大籃籌不是高峰期 29000點、30000點的時候 你去中個頭去買大籃籌 不是這個 那麼貴當然也不是的 對時候 20%就會放進去投機 完全是投機 例如栗籃籌 或者你即日炒賣的正價股 先股我絕對是不建議 這個又會是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剩下的錢 就是可能人都要享受生活的 就要看你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想享受多一點 儲蓄少一點的 就儲蓄少一點 但如果我想儲蓄多一點 很慳重的 就儲蓄多一點 就花費少一點 在投資市場裡有斬戶的宋芝玲 也試過選手離搶 曾經在短時間內損失六位數字 最大的 蝕或輸 就是在9月4日的時候 翻查過資料 這個日子真的要好好記念一下 是單日 短短的十分鐘 我真的蒸發了 就是六位數字 其實自己都 預測到 例如下半週的時候 是應該會升的 那時候我剛買了一個鈴 是買去跌 其實我只是想賺幾個價位 就走 我看一看 下午 我再看一看文件 一看著 我看著 我以為自己數錯了 究竟什麼事 為什麼經常貼 數字是不不不不不 好像大時代那些 我最明白 心跳是加到 我當然馬上禁止 剩下五位數字左右 現在股市波動大 宋芝玲認為投資者要非常謹慎 不適宜投機 不過如果長線投資的話 他覺得投資者可以自己入市 如果你有一筆錢的話 你收藏上有一筆資金的話 是應該分三元買的 可能你跌到八百至一千點 都要看是否整個市場跌 不是某幾類的 例如科網跌 油價跌 不是這樣 是整個環境因素影響的跌 而他跌的價位 你覺得 咦合心水 例如說 80元價位 已經是正常價位 他突然跌到七十多元 我就會拿三分一去買七十多元的股票 我不會全部賣掉 當他再跌 跌到六十多元的時候 我就買第二波 如果他有六十多元的時候 他真的跌到五十多元 原來六十元已經是他的招股價 跌過五十多元 而他是大籃籌的話 我會再入 分三段去入 我現在說的是 看的目標 一定是大籃籌 還有一個很穩定的股份 絕對不是先股 不是蠔股 蠔股 不會跌的話